克罗地亚 美国 香港 日本 辽国 布丹 秘鲁 越南 钢果 埃及 蒙古 缅甸 印度 尼泊尔 柬埔寨 阿富汗 白俄罗斯 北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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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韩 北韩是一个共产国家 只能使用美金、欧元或人民币 来购买当地的纪念品 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与经济上的管制 外来的游客无法兑换北韩的钞票 因此 拥有一张北朝鲜的钞票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手上这张不仅是北韩的钞票 而且还是 新钞哦 这是一个拥有30个国家新钞的特色红包 值得珍藏 而珍藏这个特色红包还有5个理由 第一 世界各国并没有在年节拿到新钞的习俗 即使在银行你也换不到新钞 只有特殊的管道才能够拿到新钞 所以要取得30个国家的新钞 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第二 就算在银行上班的行员 都换不到全球各国的钞票 大部分只能换到美、日、港、欧的国家 越大的国家 则越容易在银行取得该国的钞票 小国反而取不到哦 第三 全新的纸钞未来逐渐的增值 因为信用卡、行动支付的关系 这世上的纸钞越来越少咯 第四 具有教育意义 里面这一张集结了30个国家的钞票 而且旁边都有一个QR Code 让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 每一个国家的详细介绍 第五 这真的是限量只有1000套 目前已经剩下不到500套了 如果你登陆网站出现无法购买的话 那表示卖完了 真的很抱歉 现在就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 输入这一串优惠代码 赶快取得这个今年最有特色的特色红包吧 这个很特别的新年礼物呢 是牛奶爸争取来的好康优惠 所以呢 如果你购买12国全新品的 全新品项的钞票 售价原价是999元 然后呢 你用牛奶爸的这个代号 你可以在这边复制 好复制起来 接着呢 按下这个立即购 然后到这个购物车里面来 按加入购物车 加入 然后呢 底下这边按查看购物车 这时候呢 在这边记得填入优惠券的代码 在这边贴上去 好 然后呢 使用优惠券点一下 使用优惠券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结账的时候 就会扣除掉119块 变成了880块 然后就前往结账 然后在这边输入你的个人资料 最后呢 再去刷卡 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咯 那如果你要购买的是 30国的全新品项钞票 售价1999块 那一样输入这个优惠代码的话呢 会变成1680 所以一样在这边复制 因为这边是图片 你没办法复制 所以你必须在这边复制 记得不要复制到空白 然后按复制 接着按这个立即购买 这时候呢 一样按加入购物车 然后查看购物车 然后记得 这边 优惠券代码贴上 然后按使用优惠券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边扣掉319块 所以1999就变成1680 然后再去前往结账咯 那如果我想要两个都买呢 好 那你就按立即购买 然后在这边按加入购物车 然后呢 再回到这边来 第二个立即购买 然后一样加入购物车 这时候呢 再去查看购物车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各买了一个 这时候呢 你填优惠券代码 先填上第一组优惠券代码 使用优惠券 好 你就会发现 他扣掉319块 然后呢 你可以再输入第二组代码 使用优惠券 好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两组代码都同时使用上 所以呢 他帮你扣掉两组 319 119都帮你扣掉了 这时候呢 你去结账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加总 但是他会帮你扣掉这两个 所以总共是2560 所以你有两个优惠券 两个都可以同时使用哦 好 那你如果说 我要买的不只是一份呢 譬如说12果 我要买两份 然后呢 30果的 我要买两份 那这时候呢 第二份 或是第三份 的优惠券 有没有折扣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按一下 更新购物车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是有这个折扣没有错 你看 你购买了两份 他这个优惠券 就帮你扣除两份的优惠价 然后你这个999的购买两份 他一样帮你扣掉 两份的优惠价 所以优惠券 随着购买的数量 优惠券也会增加 譬如说你购买了三份 优惠券就会送给你三份 但是你不用填三次 他会自动加总 所以蛮不错的 买越多 就赚越多哦 赶快去抢购吧